我打爆料 吵得很大聲 所有的人 全場的人都聽到這隊的男女朋友在吵架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覺得很尷尬 就馬上打圓場 怎麼打都沒有用 結果後來這對夫妻就走了 吵完架就走掉了 我當場站在台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蠻尷尬的 就覺得說還不只這樣 那妳接下來要帶來哪一首歌呢 接下來是要唱哪一首的 對啦 沒有啦 不是 後來這樣子還有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會跟台下觀眾互動 然後呢 我只要下台去 要跟女生握手的時候 他就會很明顯的 臉就撇開這樣子 就不理你 當場就給我難看就對了 對 然後要不然就有的也會罵我這樣子 是 太入戲了啦 妳在現場罵妳什麼 妳在唱歌剛剛握手 他怎麼罵妳 對 她說拍雜貌 對… 真的… 好可憐喔 那妳跟男的握手呢 男的 男的都會騷擾我 他握手 她就摳我 哎唷 很低級耶 噁心 是啊 後來 後來我做秀我就都戴手套了 對 因為都會碰到那種 這樣子不禮貌跟你摳手的 然後戴了手套之後呢 又遇到那種說不跟我握手的男生 那種老伯伯 為什麼 我跟他握他說 我不要跟你握手 我說我們當然好 因為當場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真的耶 傻眼 也是傻眼啊 我就說 伯伯幹嘛啦 我長得不夠漂亮嗎 還是怎麼樣 他說 妳沒有誠意 他說我沒有誠意 因為我戴手套 但是 什麼樣的人都有啊 還有耶 還有他們如果下去的時候 去唱歌的時候 會跟人家握個手嘛 有些人很豬哥啊 他就假設說 我們照個相 所以我都會教他們 所以你如果下去的話 他說我們照個相 如果是我的話 他說 明明我們照個相 我都教他說 你們就先主動 來… 我就說這樣 來… 你就這樣 他那鎖過來的人 你就可以推開了 所以 所以變成說 不要讓他有機會起來 對 然後有的人呢 我們照個相 他就這樣子 拍完就下去 或者是 裸在底下對不對 裸在底下 拍完了喔 然後 就上去了 真的 這麼豬哥 所以現在只要要求 要合照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 好…大哥來 我就這樣 對… 先這樣子 對 就先牽他 有的我已經教他了喔 然後他 他就真的被這樣 說明明大要怎麼辦 我幫你教 我也沒辦法 不然我幫你摸一顆 沒辦法 明明大還蠻好的 我妹好多年 沒有下去做晚會 對… 都不知道這個 對… 對… 美老師我們也來看看 哪些姓名筆劃的女人 她是雖然 好女人的代表 但是 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誤會 我們看看哪一些女人 明明是很好的 但是人家怎麼樣都會誤會她 我們先來看第一 看這個 就是說 看起來很愛玩 是玩咖 是玩咖 其實她是蠻單純 她喜歡單純的生活 我們這看人格或者是地格 那這個就是看我們的 我們人格或地格有 十二畫 十三畫 二十二 三十一 三十八 四十的 有這些筆畫的女生 其實她本身 她本身就是蠻愛漂亮 很會打扮 她比較時尚 然後她比較打扮的女人 就是比較容易招人嫉妒 招人排擠的那種 那其實有這些筆畫的人 她其實是蠻居家的 真的 她會比較喜歡單純的生活 但是她就是愛打扮 所以她有時候打扮了 坐在那邊 她只要看人家一下 人家說你在勾引她 你這個位置是不是跟長官 有怎麼樣來的 或者怎麼樣 她就是會 就是因為這種 她比較優秀 外在比較優秀 這種很奇怪 她看起來會比較貴氣 是 有的兩袖清風 但她看起來就像有錢人家的小孩 就特別的貴氣 所以特別的容易招人嫉妒 所以這種就是說 有一些人就坐在那邊 沒講話呢 也會有事的那種 這特別容易惹來是非的 是 那另外我們看另外這一種 這種就性質比較擠 比較大姐大 看不慣人家被欺負的 我們看看哪一些人呢 這個就是她人格 地格有19話 21話 23 26 33 36的 有這些筆畫的人呢 只要她的朋友 要被欺負的時候 她都會先跳出來 或者是說 朋友 明明 她明明知道說 這個人她會想要騙她 她就會想要提醒你 譬如說 這個人要找你投資 然後想要提醒你的時候 她就一直跟你講 這個人有多壞 這個人怎麼樣 這個人怎麼樣 她目的就是想要打醒她 這個朋友 你千萬不要跟這個人投資 你跟這個人投資 你一定會吃虧 但是呢 她為了要打醒她這個朋友 不讓她受騙了 就莫名其妙 變成講成 人家在講她是非 你懂我意思嗎 會變得罪了另外一方 得罪了另外一方 因為她是急著 不讓你去吃虧 所以這種呢 就是說 像淨淳就是 漂亮 然後又急性 所以這種 在年輕的時候 特別容易中槍 也特別容易幫助人 然後你又長得漂亮 你又講話也不是 不講話也不是 所以如果說 你兩種格局 都有對到的人 就是你在 人與人之間在哪裡 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幫助人 不要太過積極 不要太直接這樣就好了 然後你在 你打扮漂亮 你有時候 眼睛不要亂看 就不會中槍了 休息一下 進來的廣告馬上回來 等到她起來了 在戲劇中了 她起來了 來… 嗶嗶… 所以你現在除了演戲之外 偶爾你也包一些秀 包一些活動是不是 對… 東南亞 你還包到東南亞 對… 可以搞… 到路啦 印尼啦 新加坡啦 馬來西亞 還有台灣各地 所以你從一個很單純的南部人 然後到台北又演藝圈 所以你感受到 有一些人情的冷暖 有一些朋友你以前幫他忙 後來你請他幫忙的時候 然後發現他人紅了之後 怎麼會就不一樣了 剛開始說用拜託我們 可是我都跟他們講說 錢的話你就如果不計較 當然也不會少啦 可是你都不要去計較 至少也有多少的那個 百分比上去嘛 可是你不要去計較的話 就OK 不會… 可是要等到 他在低潮的時候 我照顧了他 等到他起來了 在戲劇中了 他起來了 我要講說 欸啊 什麼時候 好… 他沒有來 因為放鴿子 講好沒有來這很過分耶 對 還有就是說 米香哥我身體不好 我最近怎樣怎樣 我要挑 你身體要挑好… 那沒關係這個不用 我趕快找… 結果呢 他不是 他是去做你的腸子 對 啊我的個性就是說 你要抬價錢沒關係 你要跟我講 就不要用騙的 不要用騙的 啊你自己你也知道 人家戲劇中了 你本來價錢就要汪上台 我會啊 還有的就是說 錢給他了喔 他一摸就這樣 啊我比機票還薄 啊比機票還薄 其實米香哥哥 因為我做他的廠也是後期 也做得蠻多的 他也是很重情義的人 雖然是說 他不會說 今天我給你這個價錢 我永遠就是給你這個價錢 他也是會有大小廠 大廠我就給你多一點 就預算多 對就是你不要計較 對我覺得說 他真的是很照顧我們這些業 來來來 來 冠宇老師也來教教我們喔 今年喔 我們特別做什麼樣的一個風水擺設 可以讓我們喔 除小人贏貴人 只要我們觀眾朋友 能夠照這樣去做 相信你絕對會有好的一個貴人出現 第一個 流年的貴人方位要知道 因為你每一年 就是所謂流年 就是每一年的循環 在循環的周期裡面 那顆星貴人星投射下來 是在哪一個掛位 就在那個掛位裡面去做 才會得到能力 就是說那個波率下了 我們手機的信號 信號從這邊通過 你要從轉這個角度 縮信會最輕 如果你轉過來 縮信最不 那個縮信不清楚的時候 那就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擺設 風水的擺設 就是你要擺那個強波率 就像我們家裡面說小耳朵一樣的 這邊說衛星電視的小耳朵一樣 所以你把它看 所以第一個 就我們的貴人的方位 貴人方位在哪裡 在這一年2015年的時候 宅住在房子的正北方 或是房子的宅屋的西南方 有兩個位置 就是貴人星投射下來的位置 所以在這兩個掛位 在正北跟西南 所謂正北跟西南 就在哪一個直北 真在你們家裡面的面積裡面 我們所使用房子的平面圖 放在中間的直北真擺設了之後 你看看正北的45度線 那個空間裡面 都是屬於貴人 還有一個西南 西南郭位 那個西南郭位 一樣這45度線算出去 那個空間裡面 都是屬於貴人的位置 在這貴人的位置 我們要怎麼辦呢 在這榴槤貴人的方位 擺上是 招貴人的法器 要什麼叫做招貴人的法器 我們第一個看了 這有介紹三個圖騰 各位可以把它去 一樣畫葫蘆就去買這些東西 來做組裝 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叫四方的圓玉 就是玉石 那個玉石是圓形的玉石 我們外面可以買到圓形的玉石 不管什麼顏色都可以 如果綠色的最好 才貴人就是綠色的玉石 中間有個洞 像這樣子的 一個圓圈圈圈圈圈的玉石 那中間有個洞 像錢一樣 對 就像古銅錢的 所以叫這個招財說 綠色的玉石最好 把它用四個圈圈 把它拉出來 四四如意 所以把它四個圈圈 拉上之後 四方就叫四方 所以把四方用個併起來之後 用個卡紙給它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去表個框 給它框起來 就像一幅畫 把這一幅畫 就掛在你的正北方 或是西南方 宰屋的正北或西南 不管它是臥室 不管它是客廳 都可以 就可以招來很好的貴人 或者說你可以做什麼 像我們這張圖 你這張圖當中 你把它 它只有一張圖畫 你給它切割出來以後 畫了一個圖等 這樣 有的人就說一張圖中間 這要什麼 門手 門手 門手那個框架 就把這一幅畫的中間 就放上去 就像你看這樣子 這是一幅畫 結果它把這個門框的框架 就有酸酸的 有兩個人的門串 串起來 這就是手 門手在這裡 左右就是永結同心手 所以你就買了這個手 永結同心手 就把那個畫放在中間 就像這樣 弄出來切兩半 就像一扇門 一對門在這個地 所以一個門在這個地 兩扇門並在一起 這一扇跟在兩個並在一起 永結同心 這時候貴人跟你會同一個心理 所以你招來的貴人 就是幫助你到底 你不願意他幫忙 他都硬要幫助你 因為你把貴人永結同心 把你綁在一起了 所以就可以創造 你很好的一個運勢 一個貴人運出來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是陰陽貴人燈 所以你可以去找一個燈飾店 有這種燈的話 就會兩盞燈並在一起了 一個桿子下來 有左右兩個同等亮的燈 就是兩個同樣造型 這兩個燈放在我們家的 正北方或是西南方 這就叫做陰陽 所以有陰陽邊的 所以同等 所以這種同等的貴人 就陰陽貴人同道的時候 就代表藍貴人女貴人 都可以幫助你 所以只要你在家裡面 要招貴人的時候 你在正北方西南方 做這幾個擺設都可以 那貴人 那有時候怕無鬼小人怎麼辦呢 所以流人也有一個 無鬼小人的一個方位 所以無鬼小人方位在呢 宰屋的西北方 所以我們說 在無鬼方這個位置 就在哪裡要注意到 宰屋的西北方的掛位 那在西北方掛位 你要把這一個貴人消除掉 消除增加上來 無鬼小人完全消除掉 怎麼辦呢 在流人無鬼小人的方位呢 擺上什麼 除小人的法器 什麼除了小人 我們擺著 今天介紹叫五星巨獎 五星巨獎 什麼叫五星巨獎 你看這個是五個出來 就一隻手一樣的 所以叫五星巨獎 所以五星巨獎 就是代表 東西南北中 所有的無鬼小人裡面 都在這個地方 坐在我的手掌之下 所以我們叫做 把這五鬼小人完全自化掉 把它消除掉 消除掉 而且還會變為我的貴人的時候 你就想 因為五長 就是五星巨獎 就是五長擺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壞人 掌握在我手掌之間 這種狀況之下 這些小人自動離你而去 反過來他會變成你的貴人 謝謝老師的提醒 來我們接下來聊到正凱 正凱終於轉好運了 出了專輯了 對 可是呢 又因為脾氣有點硬 對不對 所以後來又 又啃了 又啃了很多年 想說 有專輯應該就很好上節目了 就很好上通告了 其實我覺得 也沒有那麼容易 真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宣傳他們會去問 又會去敲通告 然後宣傳會告訴我說 不好拍 不好上什麼的 然後其實 很多的理由啦 然後後來我會覺得說 可是 我有作品 卻上不了節目 然後我那時候就 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啊 對啊 那蔡小虎有時候幫你 要幫什麼忙 有啊 但是那時候因為不同公司啊 對啊 因為是不同公司啊 對啊 所以他能力也受限制啊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 我就是後來 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 大約待了五六年吧 哦 也有這麼久 出專輯 然後乾耗了五六年啊 你知道嗎 以前啊 我先回到大約 那時候就是比賽完之後的時候 那時候我不是在等專輯嗎 其實那時候人家有 我有去問過 就是問心明 那時候哪有 去大廟 拜拜啊 那時候有問了一支 潛 潛西 然後那時候 我當初看了那支潛西 我也覺得 怎麼可能 潛西說什麼 潛西就寫了一句 十年寒窗無人問 我那時候其實給自己一個期許 我就是想要發專輯而已 對啊 我就想要看能不能有自己一個作品嘛 其實爸媽他們 希望我去歌唱比賽 他們也是說 希望說 我自己 自己 自己 對啦 大家朋友啊 家鄉啊 早就話都講出去了 對不對 其實我也是很努力 不想給爸媽他們失望 如果你是一個人 反正一個人保全家保 但是 相對的就是說 沒有發展就沒有收入 收入就很少 那你總要寄點錢回去 然後要養家 這時候 你最少最少的時候 口袋剩多少錢 我從去年 我的那個 郵局全部裡面 是三位數的 各十百 而且 我還有一個小孩 我現在還有一個小孩 有老婆小孩啊 對啊 我怎麼 我一定慌啊 我一定會慌啊 因為 說真的啦 我 有時候我在回想 回想以前這樣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 我主一將這樣 這樣唱 其實我都是靠自己這樣子 唱啦 有活動啦 然後我就去唱嘛 可是我這樣 一個人這樣 一直撐一直撐 坦白說我 憑著一股傻氣 很累喔 到底換來的是什麼 壓力是很大 所以 所以 所以蔡小虎實在是看你 這十幾年這樣 凹不下去了 她就問我她說 那你 你 我幫你介紹到那個 豪雞產品公司 這樣好不好 這樣啊 然後 其實我那時候 我很想 就是 就是很 很想說 對啊 對啊 就是能 能到豪雞這樣子 去這樣子 然後小虎哥 他就說 要你一句話 我靈感 我就帶你去上節目什麼的 其實我那時候 哇 自從 小虎哥真的 他 帶我到好幾 就是 好幾唱片來的時候 就是坦白說 我真的 非常 感謝 小虎哥 可是這十年也就是 你的一句話 我想靠自己 我不想靠小虎哥 但是我也 其實坦白講 就磨了十年 對不對 這個性格就磨了十年 十年之後 終於讓貴人能幫助 他點頭了嘛 我好想跟蔡小虎 聊一聊 把你出了笑的狀態 想進入好季是不是 好 我是 不好開口 我靜點那個小虎哥 東西 那這個地方剛好 我們不用花很多錢 而且他們又願意借我們錢 他說等賺錢 你再還給我 那當然一定要做 結果呢 我們 我跟你講我們那個尾牙 跟那個年底尾牙 跟婚宴這樣接 我問一下玉子 你後來投資餐廳結果虧大錢喔 對 好不容易熬過這些年 賺了錢存一點錢 其實他這個職員喔 什麼你知道嗎 苦粿豬連魚配台 苦連台啊 苦連台啊 為什麼會投資餐廳 是因為我哥哥本身是廚師 那為了要支持他 因為他對做菜一直都覺得他 就是很有興趣就是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好吧 那就完成他的夢想 身邊有點錢嘛 就把錢投資他做餐廳 那時候第一家只有沒有股東 就我們自己做 後來差不多做到五年的時候 也合約到期了 也沒有就是也沒賺也沒虧啦 然後剛好這個時候我們 就是也是店裡的客人 就是我第二家餐廳的老闆 股東之一 他就是地主就對了 他就說欸 他覺得我們的手藝不錯 我哥的手藝不錯 他就說我在哪裡有一塊地 你要不要來這裡做 結果我們去看那個地 真的是地點也很漂亮 就大馬路邊而已 而且是有400坪吧 對我們本來只有做80坪而已 有本來小餐廳 後來變400坪 那因為我們跟他原本的關係 就是客人 的關係而已 所以當你成為合夥的夥伴之後 可能很多事情就會不一樣 那合約也簽了七年 然後呢 當然就是也一直都在賺錢 這家店才開始真正的賺錢 對這時候這個店面比較大了嘛 生意做的比較大了 而且結合好幾個股東的人面 所以生意也做的不錯 在我們林口地方來講 算蠻有名的餐廳了 後來到了到第七年我們要 就是也合約到齊 我們也不想再做了 因為我覺得股東很多 意見很多 我們覺得很煩 雖然有賺錢 但是做得很辛苦 很累 然後可能也許人家也不認同你 這樣子 就想說乾脆合約到了 就不要再做了 等到合約不做之後 總結算才發現說 誒 部紙就是那個存款部 跟會計做的帳面的 那個數字是不符合 而且是差距非常大的 六七百萬 所以我說我在第二家餐廳 每一位股東都是賺錢喔 只有我們家是賠錢的喔 等於是把我們以前所賺的 通通連本代曆通通賠回去 對 然後呢 在這個節骨眼之下呢 又出現了一位貴人 也是餐廳的客人 他想說 他跟我們介紹說 另外一個點喔 他說那個點很漂亮 而且設備什麼都有 只要進去燒家整理 就可以營業了 然後帶著我們去看 結果我們一看了就非常喜歡 就因為那個點太漂亮了 這是更大型的 大概五千坪這樣子 更大型 花園餐廳 八十坪到四百坪到五千坪 對 花園餐廳 八十坪的沒有賺打平 四百坪的賠六七百萬 那五千坪的趕下去 然後我們那時候已經走投無路了 因為心想說 因為你要怎麼賺 也賺不了那些錢 馬上要給人家嘛 然後後來想說 這個地點很漂亮 如果喔 而且即將快要到年終了 應該可以接很多喜宴啊 這種 就是等於是我們餐廳 餐廳界的一個大月了 心想說 哇真的是貴人出現 而且那個貴人也蠻 蠻好的 還要借我們錢投資耶 還借我們錢 因為他也是看中哥哥的手藝啦 做下去 就做了 就做了 因為想說 因為這個是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機會 心想說這個比較快 要不然要去哪裡弄那麼多錢 因為設備 對 你如果新的店 你要裝潢 你要那些設備 那花的錢更多了 那這個地方 剛好我們不用花很多錢 而且他們又願意借我們錢 結果咧 五千坪的結果咧 結果 然後就歡歡喜喜的呢 開幕場面也弄得非常盛大 也要請很多 很多知名藝人 媒體全部都去了 找得真的是很盛大 還請了比丁哥哥去當主持人 結果呢 我們 我跟妳講 我們那個尾牙跟那個年底尾牙跟婚宴這樣接起來 有幾千桌 我們就開心死了 後來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份公文 來大概一個禮拜 他說 來一個禮拜 就是三天之後就要來拆了 要拆掉那個建築物了 這個五千坪要把它拆掉 對 然後我們還不相信 我們還覺得說怎麼可能 而且我還想說我們的股東是有利人士 一定有辦法可以解決 就叫股東去講 後來去拜託怎麼講都沒有用了 結果我們到 結果他講的那一天果真就來了 一大早八點警察 什麼那些採索大隊 全部都來了 我們連 我們連搬那些設備的時間都沒有 就來拆了 就把你拆光了 拆的金光 所以現在是一個平地 非常漂亮的一個空地 你知道嗎 你看我們有多長 那這次有又賠錢嗎 當然賠啊 所以想要賺六七百萬賠錢一發的 也沒賺到 我借的錢也通通都賠光了 到現在還是在負債啊 還有那些股東借我們的錢的 但是 但是這個時候又有一個貴人出現 他貴人真的很多 我真的是貴人 我真的是貴人又幫我一個忙啦 但是這次也是餐廳 但是我們的規模就沒那麼大 那這一位幫我們的人 真的是我們的貴人 是我的 我說林口那個店的股東 他真的從頭到尾是最支持我們 這一次是他拿錢出來 我們沒有錢了 我們已經走到絕路還負債了 那這個老闆真的很好 他說沒關係 他也知道我們受委屈 他也知道我們的為人 他就說沒關係 那你在這邊重新開始 前我來 你不用擔心 就現在就 都弄好了 也開始在營業了 開幕了 對 已經開幕了 對 加油啦 對啊 我們那個 所以我們現在 七上八下聽到我 對啊 他們那個五千名 那真的可以賺 很漂亮 他說那五千名為什麼拆呢 就是他當初就是一個 身分不明的違建 他是違建 但是因為我們當時也沒有去查證 你懂嗎 而且以前違建都沒有事情的 就是因為我們太倒楣了 那時候發生一件那個火燒 他就是 你生意太好了 那個火燒 他房兄弟死了六個 那件事情啊 他就是那個 桃園一個鐵路那個什麼 保齡酒館 保齡酒館 不是很多人嗎 死了六個兄弟嗎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開始查 所以瞬間不是他們那邊拆 瞬間全部都能拆 美玲老師 來來來 我們很多人都會遇上有 運勢不順的時候 會覺得整個 怎麼會一直卡卡卡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讓我們能夠擺脫這一衰運 擺脫不順 然後能夠迎接美好光明的未來 其實我們可以藉由這個 藏傳的這個燕貢的儀式 像燕貢呢 專門就是在供養這個 我們燕貢呢就專門做 用一些比較 就是世間珍寶的東西 還有藥材 然後我們製成燕貢粉 然後這個燕貢粉呢 我們來供養這個諸佛菩薩 然後又可以供養這個六道眾生 然後也可以回向給我們的 冤親在主 那我們燕貢粉呢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最好找一個 就是說 像有這樣子八吉祥圖騰的 這個燕貢爐 那這個燕貢爐 我們燒完之後呢 我們供養諸佛菩薩之後 我們還可以來做一個占卜 讓我們能夠 事先知道說 我即將面對什麼樣的障礙 那我事先先去預防 我就能夠讓我的障礙給去除 好 那我們再來看呢 我教大家如何來做這個燕貢的儀式 我們要燕貢呢 其實還是要有仁波切真事的 那個傳承最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要燒燕貢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念三遍的這種 祈寢文 那這個就是 祈寢十方法界 當成就願成就 知一切眾生 然後歸一佛歸一法歸一身 諸佛正法聖身眾 直至菩提我歸一 願我所修諸功德 魏力眾生願成佛 願此相供見十方 上供諸佛菩薩 天龍護法當地地神 及一切友情眾生 我們這樣念三遍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可以燒燕貢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 這樣念三遍之後 我們再觀想 我們把這個燕貢 上貢諸佛菩薩 下祭六道眾生 下師六道眾生 然後在燒的這個過程呢 我們再念六字大名咒 那念越多越好 那我們對 念越多越好 然後念了之後呢 我們燕貢燒完之後 我們也可以 將這個功德 你可以做個回向 比如說你現在感情有問題 或者是你的錢財有問題 健康有問題 你可以回向 就是說齊請讓你的感情障礙去除 或讓你的病業呢 能夠找到貴人 能夠找點身體健康 或是你的事業一直有障礙 然後讓你能夠得貴人助 燕貢完後回向 重點來囉 最後一個 以香粉燒化崩塌處 對應巴吉祥的圖案 占卜八大運勢 什麼意思啊 我們這個 我們燕貢 裡面會有一個香塔 那我們香塔放進去之後呢 再把它這個蓋起來 然後你以這個 有這個帆的這個地方呢 為我們自己這個地方 然後你燒 燒完之後呢 你再把這個打開 打開之後 如果你是完整的一朵蓮花 那就代表說 你現在租事都很順利 運氣很旺的 但是如果你的香櫃 如果有崩塌之後 有崩塌在任何一處呢 就是代表說 最近你有預期 有一些事情不順利的 要稍微小心一下 那這個呢 巴吉祥有特別的 崩塌在這個 保散這個地方呢 散蓋這個地方 這就代表說 你最近的家中呢 要稍微注意喔 可能是你跟家裡呢 父母容易吵架啦 或者是跟夫妻之間 或小孩之間 你們最近呢 可能會因為某些事情而爭執 那就是說即將會發生 那當發生的時候 你一定要心平靜氣的 自然這個事情 就會吻合下來 其實這個會讓我們 有一個預警 那我們就會 事先去預防一下 那如果說你崩塌在這個 雙魚這個地方呢 就代表說 你最近智慧要稍微小心 比如說像預警這樣 我剛好要去合作一個案子 如果我剛好崩塌在這裡 那代表說 這個事情 你可能要稍微小心 要請教老師 是不是這件合夥可以做 這件事情可以做 那如果崩塌在這個法庐 這個地方 這代表公民 比如說我最近剛好要考試啦 或者是要升官 那可能我們最近 有一點障礙 那我們趕快去寺廟點燈 那就可以化解了 如果說崩塌在這個 蓮花這個地方 蓮花呢 這代表只是小人 那可能我們最近呢 有一些事情 可能是同事不滿意啦 或是有人來障礙我們 那我們可能多去做一些 像要在祈福 多念點禁 它就可以化解掉 如果說是崩塌在這個 翻這個地方呢 這代表說 最近的財運 可能要破財喔 如果你在投資那些 要稍微小心 如果崩塌在這個 吉祥節這個地方呢 代表說感情最近 可能會有爭吵 會有障礙 它都有法式 然後上面就有 好 接下來就是法輪 代表事業 然後保平的話就是健康 代表健康 它這個八方都有 它這個八級祥的圖案 是 謝謝美銀老師 來來來來 接下來張英軍老師 馬上幫我們進行數字測驗 大家測 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擺脫障礙出頭天嗎 好 來 數字有 六七五八 一八九零 三零六一 五三零二 四一八七 好 鄭凱 我會選 直覺 來喔 一八九零 好 米漿哥 六七五八吧 好 玉子姐 四一八七 來 我選 五三零二 六七五八 六七五八 六七五八加一 三零六一給我 我們從四一八七來開始開 那四一八七現場是 一直 辛勞的根影 中間加進 是擺脫工作上的障礙 謝謝 你的努力 已經得到一些報場了 所以所有的瓶頸 所有的困難都已經衝破了 都已經衝破這些難關 可以一吐你心中的 夢氣 的厭氣 對 找到好方向 找到好目標 所以是擺脫你工作上的 一些障礙 所以相當不錯喔 再來我們看看 五三零二 情投一合互相依賴 就是擺脫愛情上面的障礙 可能原來不是很被看好的 或是說本來不太穩定的 這些愛情 但是現在已經兩個人 已經情投一合互相依賴 所以那些本來就是要介入的 這些第三者 那什麼 統統都自己會自動的離開 所以最後的贏家還是你喔 所以相當的不錯 是擺脫愛情上面的障礙 再來就是三零六一 三零六一現場是 賭靈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選到這一組 看到底是擺脫哪一方面的障礙 這相當不錯喔 沒有錯 迎向陽光抛該隱瞞 就是擺脫健康方面的障礙 對 現在這一 一人獨得 一人獨得 沒有人會跟他一起啊 對 未來一個月你運勢大聲 讓你心情好氣色好 所以你可以喔 又再來就是說你 能夠積極的去養生 還有加上你的運動 所以你在這個健康方面 擺脫那些腰痠背痛 所有的障礙都擺脫掉了 相當不錯喔 再來我們來看看 1890 貴人千層就化敵為友 就擺脫人情方面的障礙 所以有一些人際關係 開始轉好了 以前嫉妒你的啦 看不慣你的 無端來指責你的啦 或是說從中在阻礙的人 通通都跟你化敵為友了 都因為貴人的千層 現在都變成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相當的不錯喔 是擺脫人情上面的障礙 出頭天喔 再來我們看看 6758 6758 現場是 米玲哥哥 對 米玲 還有就是 還有吳老師 還有這個 我 靖淳 觀眾朋友 大家選到這一組的話 恭喜你們喔 擺脫 哇 真的忘福利 就是擺脫金錢上的障礙 貴人 貴人就是 財運開始旺盛 所有的障礙一一都排除 投資也獲利 好事平傳 財務上面的困境都擺除了 都消除了 所以是擺脫所有的金錢上面的障礙 恭喜你們喔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來 我們節目最後呢 要送給觀眾朋友 一個八級祥的菸貢爐 那至於如何能夠得到 請上我們的臉書官網 來查詢好不好 是 來 在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也再次跟觀眾朋友 推薦一下喔 我們莊振凱的最新專輯 謝謝 這八字幕了對不對 信任後天 信任後天 比蔡小虎還好 真的 幫你支持一下 謝謝喔 謝謝老師 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 好 也要感謝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天 清楚地收看 命運好玩 拜拜 拜拜